不到一千块就可以买到4800万像素的手机 这一次的红米诺器呢 前后机身都用上了 第五代Coning Gorilla Glass 2.5D的玻璃 官方也给红米诺器一个外号叫做小金刚 Hello 大家好 我是Gingadget的Amy 红米诺器终于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啦 这一次红米诺器呢 不到一千块的价格就有4800万的像素 可以说是线上非常非常大的诚意了 从手机这边来看呢 有6.3寸的FHD加上水滴全面屏 19.5比9萤幕比例 还有2340×1080分辨率 重点是这一次的红米诺器呢 前后机身都用上了 第五代Coning Gorilla Glass 2.5D的玻璃 所以呢 这一次官方也给红米诺器一个外号叫做小金刚 因为它在经过官方的各种测试 跌手机 摔手机 虐待手机 最后的结果 都是完好无缺的 下方这里除了麦克风和扬声器 当然就是充电孔啦 这一次搭载的是 Type-C的充电孔 支援QC4快充 电池方面使用的是 4000毫安的电磁容量 配置上搭载的是Snapdragon 660处理器 最高储存组合是4GB RAM加128GB ROM 同时呢也支援高达256GB的扩展储存 支援双垮双带还有三选二SIM卡槽 虹米诺器呢同时也支援人脸和指纹解锁 按键和接口都配上了生活防水的设计 来到相机的配置上呢 虹米诺器这是前后镜头 都搭载了AI场景识别 后置搭上4800万加500万像素搭配F1.8的光圈 前置镜头搭配的是1300万像素自拍镜头 同时呢配置AI美颜的效果 还有AI单镜虚化 这样的相机配置不管是自拍人像又或者是食物 甚至是夜景模式都是没有问题的 虹米诺器在马来西亚总共有三个颜色 梦幻蓝目光晶还有我手上的亮黑色 在马来西亚的官方售价呢是799令吉 不到1000块就可以买到4800万像素的手机 是不是非常值得咧 好啦今天虹米诺器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Zing Gadget的Amy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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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